总统府发言人王玉琪被民企党立委王信南批评 说他代表总统讲话却是一口大爆牙 不去整形外表让人看了很难过 面对这样的人生攻击 王玉琪本人最新的回应他一笑置之 他认为心地善良比美丑更为重要 而且他已经结婚了 他的妻子觉得他的外表很有特色 所以不需要去整形 哪一个人的这个面貌来批评 这其实是可能是想要来激怒我们 来说出一些不理性的反应 那我觉得遇到这种事情 笑一笑过去就好了 其实也不必特别跟他提交 不过我们是觉得说 像一个人的美丑 不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重要的还是要看一个人的心底 是不是善良 那像王伟源这样子 会用这种话来丑化别人的话 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再做什么特别的回应 其实我不会觉得我很丑 我觉得这叫有特色 然后更何况我已经结婚了 我老婆觉得我还不错 我就喜欢这种东西 我就是想要哪个人的缓 还不错 这种东西 我还不错